同学们大家好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次带给大家的是一套和React GS相关的课程 React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框架 也是我在公司里主要使用的技术站 从13年开源以来 React的发展非常快 目前它已经是前端领域全球范围内最火的框架了 国内的一二线互联网公司 很多都在使用React进行项目的开发 比如说耳熟能详的阿里巴巴美团 去哪百度网易知乎这样的网站 它的内部都在广泛的应用React技术站 React全球范围内的社区非常的强大 你可以看到围绕React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新的技术 比如说React Native React VR等等内容 同时Facebook对React的支持也非常给力 目前React已经推出了16这个大版本 我们把它称之为React Fiber 这个版本的React在性能上和便捷度上 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在React的使用中 我们能够看到全球范围内开发者 解决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案 所以学习React可以让我们快速的了解 前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情况 React也是一款神奇的框架 你可以在几个小时内上手React的基础开发 但即便你在工作中使用了一年 或者一年以上的React 你也很难说你真正能够驾驭这门技术 在学习React的过程中呢 我自己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也遇到了不少的坑 那这门课呢 我希望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快速的上手React的开发 当然 我希望这门课不仅是带着大家入门 而更要让大家成为一个非常靠谱的React工程师 所以这门课涵盖的知识点非常多 可能是同类型React课程的两倍或者两倍以上 整个教程我会分为两个部分给大家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进入基础部分的学习 我们会讲解如何去搭建一个React的开发环境 以及React的基础语法 在有了基础语法之后呢 我们会深入的讲解一些底层的原理 比如说虚拟到Div算法 之后我们会讲解React之中动画效果的实现 然后我们会讲解Redux这个数据框架 如何和React进行搭配使用 接着我们会深入的对Redux进行更深层次的讲解 在有了基础内容支撑之后呢 我们进入到实战环节 实战环节 首先我会带大家搭建整个项目的工程架构 接着我们进行header公用组件的编写 这部分会稍微复杂一些 再往下我们进行首页的编码 以及详情页面的编码 之后我们进行与登录相关的一些业务逻辑的处理 当整个项目开发完成之后呢 我会给大家讲解项目上线的流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做的这个项目 这套课程的实战 我将带大家做简书这个网站的部分功能 比如说首页 比如说它的详情页面 再比如说只有登录之后才能写文章 这样的一个登录校验 还有header部分区的动画效果 以及这种复杂的切换效果 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呢 我相信大家可以基本上上手比较复杂的react项目的开发了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项目之中 我们会用到什么样的知识点呢 在这里啊 我给大家罗列出了整个课程学习之中 我们会用到的一些核心技术点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会学习使用createreactapp 这个脚手架工具进行项目的搭建 我们还会学习组件化思维进行项目的开发 我们会深入的学习jsx这种模板语法 以及如何进行项目的开发调试 当然关于虚拟DOM以及DIV算法的内容 课程之中讲解的也非常的详细 那更不用说生命周期这样的非常基础的内容了 在项目之中呢 我们还会讲解react transition group 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帮助我们实现各种各样复杂的动画效果 那redux unt design这样的内容我们也会讲解 我们还会给大家讲解 在react之中 什么叫做UI组件 什么叫做容器组件 什么叫做无状态组件 等等内容 redux的使用之中 我们还会给大家讲解很多redux的中间件 比如说reduxsync reduxsaga 这都是非常新的技术 那么在做项目样式布局的时候 我们还会采用最新的这种style components这样的技术来实现 css样式的编码 避免组件 避免组件之间样式的互相影响 我们在进行redux之中数据管理的时候 还会使用react推出的一个数据框架 叫做immutablegs 这个酷可以有效的避免我们对数据的误操作 当然如果使用这个酷 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redux immutable这个redux的中间件 当然这里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技术 比如说我们会用axius这样的工具 帮助我们发送阿甲克斯请求 这张表里只列了非常少的一部分基础内容 那么在后面课程的学习之中 大家会学到远比这块内容更多的知识点 接着我们再说一下这门课程的 学习前提 学习这门课程 我希望大家有比较好的gs基础 至少你能理解gs里面this指向的问题 第二点 我希望大家比较理解es6的一些语法规则 这样的话 当我写es6代码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我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至于webpack和npm 如果大家有了解最好 如果没了解也没关系 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 你边学习课程边去补一点webpack和npm的知识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大家有一点前端或者后端的路由经验就更好了 因为这套课程之中呢 我们还会使用react router进行路由的管理 那么如果你有路由的经验 这块课程学习起来也会非常的简单 虽然学习这门课程它的门槛并不高 但是大家要知道 你想完全的掌握我课程之中的各个知识点 实际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大家还是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进行学习的 但是只要大家学完了这门课程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收获 对于初级水平的同学 你可以入手react 项目的开发 对于中级水平的同学 你可以了解react很多底层的原理 而对于高级的同学 你能够学习到很多最前沿的react之中相关的技术 好接着我们来看这套课程我的讲授方式 实际上和之前我的课程的讲授方式是保持一致的 首先我会通过非常通俗易懂的案例 来给大家讲解课程的基础知识 然后我们会借助这样的基础知识来实现我们的项目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有效的把基础知识 和项目中的实际应用场景相结合 项目中的每一行代码 我都带着你手写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你不会遇到特别多的坑 遇到比较复杂的知识点呢 我会通过图文的形式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这样的话我们的知识点也就没有那么晦涩难懂了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当大家学完了这门课程 你可以收获到什么呢 首先大家一定可以彻底的入门react的使用 同时你也会成长成为一个非常靠谱的react 开发工程师 在课程之中呢 你能了解到非常新的react工具前加筒 学完这门课程 大家上手大型的react项目开发 没有任何的问题 同时你也会写出符合规范的react代码 最后我要说 如果这门课程的所有知识点 大家都能做到灵活应用 那么在市面上 你拿到20k以上的工作薪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了 是不是对这门课程满怀期待啊 我们一起来进入这门课程的学习之中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